这么长时间一来 我一直觉得呢 我家的帽是一个神奇的存在 他们每天都在告诉我 你的帽粮我不能白吃 我必须要给你整点事 小的事呢就会突然出现 例如呢像江汉马这样 庆泽呢让你上串下跳 重泽呢让狗子们在午夜狂叫 这都是猫咪们的拿手好戏 这是下半夜1点来中 监控拍下来的画面 他们这小猫呢正在这闲情信部 屋里的狗子们呢也逐渐的激动 就在昨天 黑白相见这个小猫出现在了马眷 怕这一出现呢 让小学分呢那是相当的激动 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凭什么下雨天你可以在外面玩 而我呢却只能在屋里 于是薛芳大哥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有一种呢古代大侠的气质 人党杀人佛党杀佛 既然呢你是用杀创挡住了我的去路 那么好今天我就让杀创血剑当场 随着这个声响呢 薛芳大哥成功了 来到失败的薛芳大哥 先是跟薛芳和羊鸵一顿炫耀 之后在院子里闲情信部走了一会儿 就感觉到呢这个身上越来越似 突然间就觉得在外面带着也不好受 于是呢他又后悔了 他这一个小转身呢又要回去 但回去哪有那么容易啊 他淋了多长时间雨我不知道 反正我去的时候呢他已经在屋里了 他爸我给他整都整了 好意思叫 滚了呀 你这次找到我你不是一般找到还好意思叫 又不是呢就我 就我 你看 这都整坏了啊白下了这个啊 白下这都挡不住你以后就灌门啊 就灌门吧啊叫死你 给查查来干你的啊 干你的 你在咬 你在咬 在咬 在咬臭屋子啊 在咬 在咬就打指啊 听不听到 下午的时候雨停了 其中一只小猫也回来了 但不同的是他腿好像有问题了 走路呢好像那个八爪鱼 抓不着抓不着 他已经都打不着了 打不着了 腿没有上吗 没有上 没有上腿 没有 肯定是里面谁谁打的腿了 颜大 哦 是腿 是腿 可能不能是给你配种配累的 是不是配种配累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 反正呢竟然有一个黑白相间的母猫 来找我家这个小黑猫 假如说明天他的腿再不好 那就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顺便呢切个蛋 这么多个穿的 是 我现在的摄像很正常 你 还没想到 是我 我们